大家好,我是金萌田圆 今天就讲建筑研究公道第八集 就是吴州可关球纸的 梅露形态和电影场天花善角的对应关系 这里是本期的内容提要 首先讲梅露形态,然后第二点就是本视频的重点 就是讲天花善角和建筑结构的对应关系 首先第一点就是简单谷一谷五栋外浪的平面形态 因为F栋因为比较特殊,之前都讲过了 他就没有在本质研究范围内 首先I栋,它的外浪形态就是从东北到东南 再到西南,呈一只L字形 B栋和I栋是一样的,都是L的 C栋就是南北都有梅露 所以先从西北到东北再到东南 东南就是那里,然后再到西南 所以就一直反思人的样子 D栋就特殊一点 首先它就是在西北那里 西北那里,然后就拐过东北到东南 然后东南就是那里,然后再到西南 E栋和C栋有点近似 就是先从西北到东北,然后到东南 然后再到东南就是那里,然后那里就是东南,然后再到西南 接下来就是重点的概念就是 既然我们知道它的外浪平面区域 某些外浪的部分就叫做非外浪区域 估值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先看一看 就是区分外浪区域和非外浪区域 那我们刚才总结到五栋的外浪平面 现在就消息一下 IP两栋就是L字形,然后C栋就是一样反思 然后E栋和C栋差不多 但它的南北里面的外浪就短一点点 比较特殊的就是D栋,D栋就是南北外浪就某代称 而且它在东南位置的外浪的阔度和两边是某头的 就是它那里是特别阔出来的 这个区域 下面就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本视频的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本视频看到它的地面层的天花线 它是分成两种的,一种就是这一种 就是略大有点弧 然后那里有几条线条 下面有几条线条 这样比较大,稍微有点细节的线条 然后这个团体越,越是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做一只斜面 简单做斜面就比较简单 这个是定立,是我发现的 就是它的地面层的天花线决 它是和建筑结构是存在对应关系的 而且是比较严格的 这个定立更加我们就用实例去分析,去念证这个定立 那是Idan Idan 现在我站在外团 然后在智慧箱上面 我们看到它的天花线 就放大是这一种 很明显它是甲内团色 这个就是我大概展示的拍摄地点和拍摄的朝向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站在这里为止 这样的智慧箱呢 就会得到这个界面 这样的视角 我们看到它的天花线是这样的 很明显它和刚才的甲是买的 是买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站在这里 站在外团和非外团的区域 看到它是非外团 所以它看到就是买类的样式 这里是这一幅墙 这一幅墙是非外团和外团的分界 那外面就是外团 那里是非外团 看到外团的是甲内团色 而非外团的放大是越来团色 在这里拍摄的 那里必顿的同样也是 以这一幅墙为分界 那边是外团 那边是非外团 外团的是甲的样式 非外团的是越来团色 四团的一样 就是那里看到的 这里外团的放大这种甲内团色 非外团的留下的 是越来团色 这团有点好玩 我们看到的 这里很明显的是外团区域 这里放大是甲内团色 这里是否外团呢 实际上也是 这里指这幅墙就是这幅墙 这幅墙就是这幅墙 我们看到这里是这个区域 它也是外团的 我们看到它是这样的 就是这里 首先这里是外团 然后呢 那里都是外团 只不过呢 它套进去 所以就是 那里带来的就是这里 这里实际上也是外团 所以这里放大 就是这样的 它和外团都是相互的 这幅墙 这幅墙 就是指这幅墙 我站在这里位置照 就是在这里位置照 站在这里位置照 我们看到它的 我们看到的 全部都是月内的样式 月内的样式 因为我站在那里位置 上面也不是外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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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简单的分析 就得出一只 能够得出一只结能 就是能够 它外团的就是 甲类公式天花圣语 非外团的就是月内 点在前头 都得到这种对应关系的证明了 那里有一只设计链念 就比较重要 值得我们思考和理解的就是 虽然我们去到实地环境 我们能够感受到 哪里是外团 哪里是非外团 但是建筑的设计者 他还要通过某团的中式 艺术去区分这种目团 就是区域某团 功能某团 他所对应的中式艺术有目团 那点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理解的 与此同时 我们还可以反向应用这个理念 就是 假如我们发现中式艺术有目团的地方 我们是否能够反向推測区的功能和区域 是什么是不同的呢 那点是比较重要的应用 就是在以后的管界 可能会应用到这一点 最后就有一粒小插曲 就是我们刚才也有了这么多的实例去林静分析 这个外团区和非外团区地面层 这一粒小插曲的样式的对应 但是偏偏就有一粒帆 就是在这个 这一粒帆的东北地方 就是这一粒帆 而且这一粒帆是唯一的帆 实际上 这一粒帆是我后面才发现的 就是我已经将之前的 视频管界 都已经落好音 准备上传了 然后就去开一次 舊子也没有什么遗留 那我就这样 就偏偏就发现了这一粒地方 所以这一粒帆 这一部分是补落上去的 就是这一粒地方 这一粒地方 就是这一粒地方 我们看看这一粒地方 就是这里 我们看到它的外团 外团就到这里为止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样 外团在这里分界 那里是外团 那里是外团 那里不是外团 那里不是外团 那按照我之前的定律 这一粒它的天花旋脚 就应该不是隔 而是月 那我现在就站在这里 位置照一张照 就是这一粒 这一粒帆 这一粒帆子就是这一粒帆子 这一粒帆子就应该是 按照上面的关系 就是那里是外团 那里是非外团 这一粒帆子就应该是隔的 那种的确实是隔的 但是我们发现这一粒 非外团区域 它居然是隔的样式 放大就是这一种 而且通过它这种文理 我看得出它 就是当年的样子 或者是校细改建成这样的样子 又或者是这个2020年的修善工程 创伍的修 修复成那种样子 不是的 那种样子就是多年的样子 所以它这一粒帆子 虽然它是非外团位置 但是它的肾脚居然是隔 所以这个就是唯一的反例 很特殊 那一来的话 我之前说的定律 似乎是变成一只小丑 变成一只解释得到的椰子 自己就说 自己就说 存在很严格的对象 但实际上 就是有一只沽泥 那我就想猜一猜 就是这个沽泥 它是唯一僅此的沽泥 就是其他地方 它都符合这个规律 所以这个规律就是打破了 所以有什么可能我想 就是我这个所谓的定律 只是我看到表面的现状 有这么巧合 就是 还对我就发现了这个 外团区非外团区的关系 有什么可能 它还有更深层次的理念 我没有知道的 虽然我只知道它的表面 但是这个是它的实质 还有更深层次的理念 可能我没有知道的 那是不是关于几毫米感 或者其他的材料方面 反正就不知道什么问题 反正就出现了这个沽泥 所以就 都要谈上去 如果没有谈 那就等于是 就不够完善 那就是视频 快到见了 那张是网络的图片 我就根据那张图片 就制作成那五顿的 外浪的平映形态图 那就说完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